強求全只有江南6名 歷輟��禧家後書建第一章第七節 也必是你們者受患難的人 为我同得平安 當時主耶書和他有能力的天使 從天上在火待って Romania virrei 所以关于天使 从我们开始说 我们是会时空穿梭 其实这个名称已经定立了 举个例子 我们就来看看 Back to the future 如果人一见到 Marty McFly 他又知道他是时空穿梭 又或者甚至不知道他是时空穿梭 你也叫他做外来者 其实我们所说的天使 就是从神而来的外来者 除非你叫他Alien 没有这部电影 也没有这种叫法 而且我们的样子不是这样 也不是Alien的样子 所以他一样是统称 从神而来的使者 一轮能够我们辨别得到的 就是圣经统称的这件事 但是他背后究竟是什么身份 你想想 在历史上没有人说 除主耶稣以外 没有说这个是神的儿子 那个是神的神父 没有这些圣经形容 是因为根本是隐藏了 但是问题是他们是时空穿梭 所以他背后可能会是辛苦 即是记载他们出现的时候 又或者甚至那个下甲 他保住儿子二十玛丽 迷路的时候 有指给他看的井是哪里 那个都可以是辛苦的 所以这个就变成最合理 因为如果以神创造地球 他已经被救赎了 但是他有生之田 连掌管管理的地球 没有呢 他在他们的身上 但是他们能够得到一个 就是阿当阿瓦的那个英雄呢 能够得到呢 他做得多于阿当阿瓦 一百倍 一万倍 做得比他更好 他能够得到这个 就是可以掌管 以及管理这个地球的英雄呢 他也是人 他是阿当阿瓦 后裔 他有了救恩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的话 就是在神的公义来说 他最顺理成章 一定是派土生土长的人去管理这个世界 而不是派在天上落利的天使去掌管这个世界 这一点从主耶稣要降世 这个方法去产生一个属于地球人类的救赎 这个做法 就似乎是很明显的一点 只要换句话说 你有没有想过 有可能在神所定的 他定的规限当中 就算天使要来这个世界 讲一段说话 如果天使 如果天使 那个完全是天上做的 天使要讲一段说话给玛利亚的话 他也要出生在这个世界 对不对 他也要出生在这个世界 他才可以讲话给玛利亚的话 有可能会说 加八列本身是出生在这个世界 对不对 只不过去到没有时间空间的天堂的时候 他就变成了自古至今也叫加八列 自古至今 因为我们古与今都根本在时间里面 但归时间以外 就是我们将会去到一个时间以外的世界 这个是我们只不过没有想过 因为圣经只是写那样东西 他见到 他记载 他最熟 但是 究竟天使要经过什么层次 对不对 对不对 譬如主耶稣出生的时候 报街音的天使是什么 其实如果要这样做 他们这些天使 其实要出生在这个世界 才可以在世人面前做这些事情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他真的出生在这个世界 他在世的时候 其实有什么经历 如果他真的出生在这个世界 才能做到报街音的话 他在世的时候的经历 的急数一定不是旧弱那种急数 他一定是新弱那种急数 但是新弱也未出现 如我所说 他们来自一个空间 根本就没有时间 其实MCU也是在做这些事情 他最后解决的就是 走回去这个叫做超微型世界 而在超微型世界当中 选择不同的通道出来 对不对 就是说他那个世界里面 根本是超越了时间空间 第一 他是超微型 不断收缩 第二 他只要选择不同的出口 就可以去到不同的时间 对不对 那个故事才是最后一集 就是说这些事情 对不对 就是换句话说 我们将来有了身份 去到那个世界的时候 就可以做这些事情 只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个世界现实就是 无理弹道 没有统治者 谁进去之后 谁喜欢从哪里出来 都可以把时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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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成这样的 做到一个这样的阶段 但是全部的掌管 都是他掌管 只不过他就预认了 一个身份和一个可行性 就是我们变成天使之后 去完成在历史上 所有本身 根本就是给天使做的 就是这样 这样 是 参加后书第一章 第七节 也必是你们这些受惑难的人 让我们同得平安 那时主耶稣和他有能力的天使 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 有可能 是 我这些人 这些人 是 如果 那些人 没有 那些人 也应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